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說我對小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不會像昨天有個白痴 啥都不懂的就上去當炮灰給人家轟啊 沒有啊 你我 我說說真的啊 假如說今天小劍有開 有開 我說今天我掌握小劍有開掛的證據 譬如說我寄給官方 官方回説我說 啊 he's a 什麼什麼什麼 那叫什麼 阿咪 阿 阿咪BOT 還是什麼 反正我也不知道 he's a bot 對不對 然後我就拿著官方給我證據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說 我騙他進來call in 我釣他魚 釣完了之後 我把官方證據公佈出來 打他臉對不對 然後刷一波人氣 不是啊 你什麼都沒有求證 就上去當炮灰給人家炸 我不是說我相信小劍啊 或我相信不相信小劍這件事情嘛 阿你今天你影片流出來對不對 你這樣子解釋了不清不楚的 你沒有辦法 適宜 不 我不是說什麼 我跟小劍的交情啊 或我跟小劍有什麼心結 一個正常人的理解就是 我不是說今天站在我的角度 我說站在 就是你們在那邊 拴他外掛人的角度嘛 阿今天 你被拴 你 你 有人提出很多點打你是外掛 阿你今天站出來 然後你講的不清不楚的 那我當然是繼續 佔你是外掛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他的 他的解釋方式不是很好 阿我不會 但我不會像你們一樣 就一直咬他說他是外掛什麼的 不會啊 因為 他還沒有被證實他是外掛 就像龜狗說的一句很好吧 對不對 等官方鎖他的時候再說啊 對不對 阿不然 不然你要我表達什麼 就算 好 就算我覺得他是開掛 那又怎麼樣 那又怎麼樣 官方不覺得他是開掛 他就不是開掛嘛 叫我帥哥請說 好 好 好